正式官宣,女蓝决战澳大利亚,直播有变,CCTV5做最新调整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还是烦恼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蓝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女蓝正在征战女蓝世界杯的比赛 可以说本次的中国女蓝表现非常出色 小组赛我们无场比赛四胜一负 唯一的输球是输给了欧运会冠军世界第一的美国队 接下来中国女蓝是进入了八强 八强赛中我们将会面对法国队 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队是击败了法国队进军四强 可以说让球迷看得非常高兴吧 随着中国女蓝进入四强之后 我们将会迎来最强对手之一 东斗主澳大利亚女蓝 澳大利亚女蓝整体实力非常强劲 而且又是东斗主,占据天时地人和 这场比赛将会异常艰苦 作为CCTV5来说,也是调整的转播计划 因为目前来看,这场比赛比安排在下午的5点30分正式开打 因为在此前中国女蓝的比赛都是在下午4点 包括中午的12点左右开始的 但这场比赛比安排在下午的5点30分 随着美赛比赛的调整 央视也是最新调整 将会在今天下午的5点30分直播这场比赛 作为球迷来说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错过美赛比赛的直播 因为这场比赛确实非常关键 中国女蓝只有几倍队数才能够进入决赛 可以说已经拼到这个地步了 确实应该放手一波 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争取几倍东斗主澳大利亚队 这场比赛作为正位来说 它肯定会变战吧 因为在此前 作为澳大利亚女蓝来说 山高马大 不管是身体抗还是抢两板球的能力都非常强 所以说中国女蓝可能在一些个别位置上将会做一些调整 我们期待作为正位来说 能够用好明明球员 争取在非常比赛中几倍队数 闯入决赛 作为中国女蓝来说 是时隔14年再次的闯进了世界杯四强 作为女蓝姑娘们来说 也是可期可贺吧 我们是期盼女蓝姑娘们能够再在地 再进一步 争取能够闯进决赛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蓝加油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下期的聊 请不吝点赛 请不吝点赛